你特像我前男友 你知道吗 巨像 就是昨天我都惊呆了 就身高很像 然后他也是北京的 所以昨天我这种情感给你写的 我这班俩真的好 没有 我这样说不好 没你说 我觉得班俩和他 他真的太锁死了 什么锁死 就是他们两个CP 我最爱做他们俩CP粉 董先生不想听 董先生 你知道那个安侯娃姐 他不是一直在磕CP吗 他磕的那对CP 就能把他喜欢的灰灰磕出来 你知道吗 做里面恐怖还是做外面恐怖 都一样 因为他来回转的话不分里外 那我们俩就这个第二排 他们就第一排 行 你们就第一排 对 抓住了 此时不抓更带核实啊 朋友们 到车了 救命 闭眼 他往上挪了 约 抓约上了 因为刚刚碰到是你的袖子 还没有碰到你的肉 转了一下 年轻人太会了 真的 哇 折了 飞跟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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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反方向的钟吗 天呐 我真我 他刚才做那个时候 感觉要给我掐棒 不是真太恐怖 真太恐怖 那个我真的不喜欢 这个已经极限了 那是楼底下等他吗 然后我 你要不玩的话 我在楼底 我在底下陪你 害羞的脸庞 他们应该就两个人做一样 对 最后 最后我觉得 凤几比跳伞恐怖 因为凤几是一个人 跳伞人俩人 那跳伞应该还好吧 毕竟有个人可以掐 Cue到了掐 还好吧 毕竟有个人可以掐 如果有人跟我讲这样的话 我会 有被撩到的 我跟你讲 这个话本来就是撩的 抓手这个真的有点 有点什么 怎么说呢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抓在这 嗯 然后但是呢 抓着抓着就 去去去 打 慢慢慢慢流上去 那客观的讲 抓手根本就 太危险了 他并不安全 如果我要从这里 过去那边 我也觉得好危险 会害怕 真的会害怕 那就说他 冒着生命危险点 那也没有那么大 应该我的分析 对不起 让我分析一下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害怕 对 他只是抓到这个机会 然后他就 想要试探一下 他下一轮不玩了 看这个男的会不会陪他 我觉得这是个战术 我现在觉得太好笑了 我们后帮期在这破案呢